好的 歡迎回來月子教 那我們回到神魔三果治 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是 龍舞魂魄 那這個活動呢大概就是 呃...有幾項的那個一些內容 包括說龍睿天將 然後龍破祕境 其實就大概是針對有一點 對有課玩家來說應該是針對複龍珠那一塊 應該說複龍珠那一塊去做 硬體上面的購買 那如果說有想針對複龍珠提升的有課玩家 就可以考慮這一次的活動 那基本上其實我覺得遊戲玩到後面 我都會反覆的跟各位說 雖然這樣講的非常不好 好啦我覺得想課的人可以去課 因為我覺得神魔三國四到後面已經比較偏向無星經營 那我也是本著說陪著各位玩到底 玩到遊戲關掉為止這樣子 那預計近期應該也會再去找一些不同的遊戲來試玩 那也感謝各位一路支持於世界到現在 好那我們就進入今天的影片主題吧 第一個龍瑞天將部分 大概就是登錄啊 給你一些獎勵部分 這就沒什麼好講 第二龍破祕境的話他有三個 角兔有三個 他也是有三個 你進去之後自行去進行那個佈陣 那佈陣之後你可以就做採集 所以這個活動其實最主要的 重點在於說活動剛開始當天的十二 十二點應該不是十二點就是凌晨零點開始 你就要先佈陣 如果你像月世界是睡到隔天醒來才發現這活動的話 你可能就會損失大概起碼將近七八個小時的開採的時間 那你就會少賺一點裡面的一些資源部分 那記得定時的去把資料 那個資源給進行回收這樣子 龍破之母這樣子 要把它給收起來 因為他會有時間性的部分 然後呢這裡 所以晚上每次的那個九點 他神龍會進行進攻部分 所以各位要去防守這裡 第一要改一下你的龍珠部分 多數的玩家都會走什麼星弱雷火流之類的 或者是說前面放西星的這個龍珠 那原則上針對這個 這個活動他其實是要搶排名 就是你輸出部分要夠高 你的那個排名高的話 他會傷害獎勵部分 你傷害越高 基本超過八一就有最高獎勵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排名獎勵部分 你排名越高 你當然可以拿到更多的這個龍珠之母 龍珠之母可以讓你去換一些資源部分 所以這邊的話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你除了擺三個陣出進來之外呢 在防守這裡的話 越世界放的是真姬 畢竟真姬是破甲 真姬在很多場合場域都蠻好用的 不管你是放在南滿 或者是說你放在九州的那個墨金 其實都還蠻適用的 所以真姬是萬用的一隻非常平民的角色 各位如果還沒練起來的玩家 相信有在看越世界影片的玩家 通常幾乎都已經把神真姬給練起來 即便真姬他不屬於PVP 或者是說在一些其他的PK層裡面比較適用 但是真姬在一些副本來說 他還是非常好用的一隻角色 建議各位就是沒有真姬的話記得練起來 那我這裡因為原主人有去結翼曹操部分 所以我就不去動他 然後我就放了魔巢 然後這個星彩 然後加上神珠跟魔關羽 那其實主力輸出的話大概就是君主加上魔巢跟星彩部分 然後援軍放的是我們的劉備部分 那我在神兵這裡的話放青龍眼月刀 然後原則他是可以多附帶流血狀態出來 那我或許可能不知道 流血或許以為會增加一些輸出傷害上去這樣子 所以我就放了這隻 然後我的這個結翼部分的話 原則上應該說不是結翼 就是美人部分的話主力 主美人會放這隻 讓他可以去增加我爆擊部分 來去提高我整個輸出傷害部分 目前來說的話大概可以打到29億左右 那這隻隊伍就提供各位做參考 當然你如果有其他更好的隊伍 比方說像可能是有神史燕文的話 或許他的那個放上去之後他可以幫 星彩還有那個我們的君主 即便你的君主是 欸君主 神史燕文應該是破 是破防嗎還是破物防 我都忘記了 欸神史燕文 喔他是講台語耶 他是那個直接破甲 所以他的破甲並沒有 針對物法防部分 所以他應該可以把那個 君主的輸出也再往上做提升 所以如果說你是缺乏 那你也可以放那個 鼠黃中 或許他的效果也不錯這樣子 那我這樣放的隊伍 打起來的結果大概29億 提供各位做參考 好那再來的話 針對龍破祕寶部分的話 基本上 原來讓對所有玩家來說的話 就是想要龍破淋浴部分 因為龍破淋浴可以在這個 我們的兌換裡面 可以換到比較好的東西 好我們先講一下 他原則上就是透過令 龍破祕寶部分 來去 進行抽獎的動作 那你只要走到龍魂浴這一塊的話 就可以進去內圈 因為他內圈最大需求 當然是剛才提到的 想要拿到龍破淋浴這一塊 所以基本上外面這一層的話 大概就是12 基本上就直接白嫖 原則上 有時候 能進內圈就 頭小 甚至說 不見得可以拿到龍破淋浴 透過白嫖部分的話 是有點困難的 是有點困難 那白嫖的12令怎麼來 等一下跟各位做分享 原來就是一輪大概 保底就是16 基本上就是要4輪 也就是 這裡就是64個 這個所謂的 抽抽的令 你才有機會把 等一下要講的那個 兌換祕寶 最大獎的部分 來去做兌換這樣子 好 那當然啦 他也是有機會 你可以 大概抽10次 就有機會 進到內圈這一塊 那我的建議是 其實我覺得很難講 有時候我4次 一直弄就進去 但是我發現4次有時候 進去的話幾乎是 見底 或者是只剩一個 所以我建議各位玩家 可以在連續召喚 兩次之後 也就是耗到80之後 第三次用這個 單一召喚的方式 來去做運用 當然你可以 也歡迎各位玩家 分享一下 你比較有機會 進去內圈的這個方法 不管你是一次一次抽 或者是次次次次進去 這樣子 也歡迎各位 把你的那個遊戲經驗 分享在資訊欄下方 跟各位做互動 這樣子 然後再來的話 秘寶 兌換部分 原來要分兩個 一個是龍 龍破之母去做兌換 龍破之母 剛有提到的就是 你在秘境這裡可以挖到 然後再來的話 你在打神龍的時候 你的那個傷害獎勵 以及你的排行獎勵部分 可以拿到龍破之母 這樣子 那基本上來說的話 在兌換這裡的話 無非對於說玩家來說的話 要必換的一定就是 袋子啦 然後盒子啦 跟密令部分 這三個一定要拿下來 然後 領域的話我覺得 應該還好啦 那你也可以選擇換領域 因為 遊戲來到比較後面 多數的玩家應該是會選擇 神或魔 把他生氣點到滿 那現在其實我只有把神點到滿而已 我才插魔的部分這樣子 那我覺得慢慢騎就好了 也不騎 所以在對方這裡 我就沒有 呃 推薦各位一定要換領域 但領域也可以 因為畢竟無科玩家 比較難有多餘的資源 但你可以去做 自選領域之後 來去把單一的 那個 聖氣的那個部分 往上做提升 那再來的話 我推薦的是高招 我的建議是啦 假設你現在還缺肥料 如果你要升星的話 或者是你要做等級突破的話 請你以 高招跟降星石為主 然後如果你已經 突破等級滿 然後你也不缺 那個 所謂肥料的話 當然我覺得 因為有人說 高招未來有機會 可以遭到魂降 但是現在 看起來是遙遙無奇 甚至有那個 星馬的玩家說 誒 伺服器都已經關閉了 好那不管怎麼樣 如果說你是處在 缺肥料狀況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換高招跟 降星石 那如果說你已經 滿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你可以先換 紀念石 畢竟你可以在神兵這裡做 增加攻擊力的動作出來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換龍魂玉 畢竟多數的玩家都可能 第一轉正問題 或者是說 目前還沒有洗到 喜歡的兵法 所以你會非常缺 大量的龍魂玉 然後再來的話 我們的龍魂商城這裡的話 基本上有提到 一輪就是16 四輪的話你才可以 不好意思 漏掉一個 再來就是龍魂玉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說 這邊進入內城的時候 有拿到龍魂玉 的話基本上要拿到 四個你才可以去換自選的 那個死侍龍珠 自選禮寶 這個應該是最吸引有客玩家 想要去做採購的部分 其他的話我覺得都 沒有 建議各位玩家要換起來 所以基本上龍魂玉 要處理的就是 針對自選禮包部分 做那個購買的動作這樣的 那基本上就是四次 那白嫖的話是蛇嶺 所以基本上你扣掉 64 扣掉12的話 大概還剩下大概52左右 那我這邊會建議個玩家 我們看到比較後面喔 這有個龍魂寶盒的部分喔 我建議個有客玩家的話 或許你可以每天去購買一下 這個 超子禮包部分 那他裡面有機會抽到秘令 以及 有機會可以拿到這個龍珠禮包部分 所以我覺得 這個 讀起來 感覺還滿划算也滿爽的 如果說你 你運氣是特別好 或者是你是那種 特別歐的玩家的話 建議可以先 看看買一下龍魂寶盒 然後再回推說 你大概在商城這裡 可能大概剩下幾個連 需要去做相對應購買的連 這樣子喔 好那以上是目前 樂世界對於這個活動這一次的分享 喜歡影片的人 不要忘記幫樂世界影片 連讚 還沒訂閱 幫樂世界影片起來 最近的那個訂閱數就是在 六百多 六七零到 我播不了六七零 很誇張我看一下喔 我們看一下那個訂閱數喔 目前呢 在 六七六 然後這兩天就是 六七 六七零 然後到六六六多這邊 再跑來跑去喔 一下增加要減少 當然我知道 沒有玩新的遊戲 確實是有差 因為 舊的遊戲也沒有人在玩 所以就不見得想要看 好那不管怎麼樣 有機會我會再玩新的遊戲喔 那也歡迎各位 也麻煩各位多多繼續支持 不要忘記幫助影片點一個讚 然後呢 感謝各位收看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